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钱包聚财风水禁忌 钱包是每个人都会有的 有的人重视钱包的品牌 有些人重视钱包的外观 还有一些人其实并不在意钱包什么样子 那钱包里到底有什么讲究呢 一 计钱包破损 钱包破损是大计 意味着钱财往外泄露 再好的钱包要是破损了 也需要换新的了 否则留不住钱财 继续使用会导致频频漏财 二 长方形钱包为家钱包的形状 通常钱包是长方形为多 我们要尽量避开原型或者不规则的钱包 尽量不要选择不规则的钱包 否则不仅不会增加 财运反而会漏财 除非你是公司老板或者是偏财居多者 三 钱包既乱摆 钱包的摆放位置不对 也是会漏财的 比如随便放在鞋柜上 门口之类的地方 这样就会导致家里破财 四 钱包既他人使用 在风水上 钱包是不能随意交给他人使用的 很多人很随意将自己的钱包给他人拿去用 这在风水上是非常不利的 钱包借给他人使用 自身财运就会转移到他人身上 易导致频频漏财且留不住财 还有一些需要注意的漏财风水 一 拒绝要找回的零钱 一些人对于购买物品后找回的零钱不屑一顾 尤其是那些一脚一圆 卖家给其后也会白手不要 其实自己却浑然不知 财运在不知不觉中更改了方向 二 把钱放在家中各处 有些人比较随意 家里到处都放钱 抽屉 衣柜 包包 甚至沙发上 这种随意摆放的做法 让人拥有再多的钱财也会散尽 此不良习惯势必会让自己实时囊中羞涩 三 小金库随便摆 既然不能到处撒钱 买个保险柜全装起来总不会错了吧 这样就能稳住财神了吧 其实保险柜金库的摆放也要有讲究 若把财富置于衰位上 保险柜里的钱越多便越漏 四 洗衣机里发现钱 总有一些人不会掏干净自己衣服 裤子口袋里的钱 导致洗衣服时总能在洗衣机里的衣物里发现钱 长此以往也会将自身财运洗尽 五 破损的钱不当回事 遇到破损之前或者只剩一半的钱 可去银行兑换 然而一些人觉得不值得 要么随意搁在家里或钱包中 或送人急扔掉 实际也是扔掉了自己的财气 六 路边的碎钱不屑捡起 几乎大多数人在路边瞧过碎钱 面额较大的捡起的次数多 而面额小的却不入其眼 甚至会一脚把零钱给踢开 要晓得这一踢便把财神给踢开了 七 钱当作工艺品 在某些特殊的日子里 为吸引眼球 一些人会把钱扎成工艺品的模样送人 另外一些人甚至会处于某种目的 烧毁真钱 这些都会使财运不佳 八 无合适的钱包 某些人在生活中没有用钱包的习惯 把钱随便就塞在衣服口袋 书本里 车上等 这么不尊重钱 钱自然不会找上门 九 钱上留大名 一些人将自己或公司的名字等写在钱上 而钱又有流通性 辗转来去 也把自己的钱财给转了出去 十 当众撒钱 有时候为了宣传某样东西 一些商家会做出撒钱的行为 虽然看似发放 实则也是不利于公司发展的 钱包是每个人都会随身带的东西 并且和我们的钱财有关 所以钱包中的风水不得不重视 聚财和破财都是跟这个钱包有关系的 今天和大家分享了一些关于钱包中风水禁忌的事情 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今天就讲述到这里 如果喜欢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 我会更加努力做出更多优质视频 祝大家生活美满 家庭幸福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